深夜男人回到家中 却发现自己的手下脸色铁青 嘴角满是新鲜的血液 男人慌忙跑进车里关上车门 一条长蛇向他袭来 几只丧尸将他们包围 司机却突然战魂附体拿枪射击 但普通的子弹对丧尸根本没有杀伤力 司机瞬间就沦为他们的辅寂 男人慌忙下车向家中跑去 他大喊妻子让他赶紧报警 而妻子早已变怒 一声惨叫男人也成了牺牲品 好在他们的孩子被察觉异常的保姆 带回了自己家中 但女儿回来后却觉得这样不同 执疑要求把孩子们送回父母的身边 隔天拗不过的保姆只能带孩子们回到家中 但他们却只看到了男人的尸体 保姆立即就要离开 但便衣的女主人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扶出长舌发起的攻击 保姆女儿被刺上了手掌 众人慌忙躲进一间办公室将门锁紧 而此时又闯进另一个丧尸 拿起木棍就把玻璃敲锁 他们瞪着血红的双眼咆哮着走得进来 眼看就要丧命 而身后的男人看上去与丧尸并无太大区别 保姆悬着一颗心回答着他的问题 他语气轻缓地将孩子们叫到身边 仔细检查他们是否受伤 看到女孩的伤口后突然起身让他们赶快离开 接着拦下女孩一枪将女孩解决 这个如丧尸般的男人告诉保姆 他的女儿已经异化 这个城市即将沦为地狱 而此时另一边的亚伯三人正在商议 如何以他们三人的单薄之力对抗庞大的丧尸群 桌子上摆满名制品 亚伯说只有赢能对丧尸造成伤害 而且他已无数次印证了这一点 但一旁的雷姆却提出反对 三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无数的丧尸抗衡 他建议把手里的丧尸视频对外公布 引起所有人的重视 亚伯直言那样没用 他们能想到的血族也早已想到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掉血族 只要血族丧命 其余的丧尸也都会死亡 雷姆却激动地表示这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亚伯解释自己曾经这样做过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他所说的一切已经全部被证实 要想阻止这场灾难 他们必须对他完全信任 雷姆还想争辩什么 诺拉打断了他的发言 询问如何才能找到血族 亚伯说他的老巢非常隐蔽 他们得找到他的人类帮手 诺拉瞬间就想到小金 正是小金与那些人合作 把藏着血族的木箱运出了机场 而此时的小金正打算带着妻子逃脸 他告诉妻子这里将有一场巨大的灾难 但妻子却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认为他是因为雷姆受到了牵连 正在被连调局追捕 他要小金现在就跟他说清楚 正在此时房门被敲响 雷姆他们找到了这里 向小金的妻子解释发生的一切 小金也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 而妻子却坚信小金是被雷姆的风化洗脑 生气地转身离开 时间紧迫 亚伯询问小金让他运出木箱的人长什么样 根据小金的描述 亚伯确定那个人就是爱火 被爱火带领的军队抓去做苦力 但没几天他的兄弟就被血组悄无声息夺去了生命 外国曾说过银器能对付那些怪物 他便边做木工边想司机偷一点银器 但一天爱火却突然闯入 拿出一个木雕询问是谁的杰作 但却没有人敢承认 爱火见状不假思索拔出手枪 如果再没有人承认 他就要将这里的人一一射杀 亚伯咬牙承认那是自己的东西 没想到爱火却并未发难 反而非常欣赏亚伯的雕刻手艺 邀请他为自己工作 接着便交给亚伯一张图纸 接下来的日子亚伯便埋头雕刻 爱火不时前来查看进度 渐渐对亚伯放松警惕 一天亚伯终于找到机会 偷偷打开隔壁的门锁 拿到一把锋利的银刀 但突然门外传来动静 亚伯慌忙锁好门把刀藏在桌下 好在爱火并未发现亚伯的举动 举着酒瓶的他心情大好 甚至跟亚伯聊起了闲天 他激动地告诉亚伯 一位新的元首将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帝国 终于亚伯完成了工作 爱火神精致地抚摸着亚伯的雕刻 这正是运送邪组的那个木箱 血族与爱火竟在几十年前就开始策划 时间回到现在 老帕让爱火告诉血族 他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 但现在出了一个小问题 他刚刚收到了小金的录音 小金说他并没有处理掉机长的尸体 并威胁爱火带十万现金去车站 面对老帕的质问 爱火断定小金没这个胆子 这一定是亚伯不下的陷阱 但他还是如约出现在车站 质问小金这是否是亚伯的主意 小金忙说自己不认识什么亚伯 但爱火却说自己早已闻到了亚伯的气息 并问他亚伯在哪里 小金还想否认 小金惊慌的恐吓这里到处都是检查 不想生出肢结的爱火放开小金 去寻找亚伯 藏在一旁的雷姆跟诺拉利吉跟了上去 爱火在人群中搜索亚伯的身影 亚伯慌忙藏了起来 但爱火突然出现在亚伯身后 亚伯挥出银剑却被爱火轻松夺破 不止如此 他还要夺回邪组的撒度之剑 说着就掐住亚伯的脖子 口中的长舌不停蠕动 雷姆赶来用银枪射中爱火 爱火慌忙退后搭上地铁逃跑 缓过来的亚伯告诉众人 他们对爱火的攻击定会遭到邪组的反击 他们必须加快计划 以致丧尸害怕银气和阳光 但他们只在暗夜里出现 一到晚上整座城市就成了丧尸们的自助餐 雷姆想到或许紫外灯能代替阳光 他们马上来到一家医疗用品店 但店家早已闭店 无奈他们只能跳窗闯入 却被突然出现的男人用枪指住了头 男人正是捕属袁瓦西里 他在下水道发现了大量的丧尸 一番交流双方了解了彼此的身份和意图 瓦西里把紫外灯分给他们溜着 而他并不想参与消灭丧尸 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们一起拿着紫外灯离开了仓库 雷姆一行去对面的便利店购买物资 他们要为长久的战斗做打算 突然门外跑来一只丧尸直撞玻璃 跑在被身后的亚伯一箭斩首 接着便不断涌出零散的丧尸 亚伯拿着银钉枪一一解决 随后瓦西里也加入了战斗 而店里的布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忙出去查看状况 瞬间就成为丧尸的食物 小金他们慌忙去拿紫外线灯 而店员却还喊叫着让他们付钱 涌来的丧尸越来越多 雷姆催促诺拉赶快动手 眼看就要无法控制局面 小金及时亮起了紫外灯 丧尸瞬间被灼伤哀嚎 但旁边突然窜出一只 小金被一舌头抽倒在地 亚伯慌忙赶来将丧尸解决 众人也推回便利店中 雷姆发现小金脸上的伤口 慌忙让他去清洗消毒 两位女顾客追过来质问亚伯发生了什么 亚伯告诉他们外边的都是丧尸 一个女孩立即就要报警 却发现根本没有信号 另一个女孩突然响起 几天前一个老头找到身为黑客的他 让他瘫痪了所有的网络和手机信号 他惊觉此事与丧尸有关 雷姆向他们解释了现在的状况 并警告现在一定不能出去 但一个女孩却不听劝告 直接推门而去 丧尸群对他发出嘀吼 却并未对他追咬 女孩顺利逃脱 此时亚伯意识到 这些丧尸是为他们而来 血祖正通过这些丧尸的眼睛看着他们 一位老店员招呼女孩与他一起 闯到院子里的卡车上立刻逃离 但刚到车边便被丧尸残食 雷姆慌忙拿着紫外灯将女孩救回 惊魂未定 诺拉突然发现小金的伤口出现异常 在紫外灯的照射下 一条线虫正在他的皮肤下流动 小金已被丧尸感染 亚伯的表情瞬间就变得凝重 却并未作声 雷姆强装镇定找到一把工具 生生在小金的脸上切开窗口 把线虫从他的皮下揪了出来 亚伯合作将它解决 而他们也意识到 这些丧尸变得越来越聪明 亚伯慌忙走出门外 一只丧尸正在试图切断电源 亚伯慌忙拿枪射击 但下一秒这里就一片漆黑 丧尸正从四面八方对这座房子攻击 他们不能再在这里坐以待毙 瓦西里拿到所有的酒和毛巾 指导众人制作燃烧瓶 而此时雷姆却惊讶地发现 一条线虫正在穿过小金的脸庞 小金惊慌地说自己没有任何不适 但在紫外灯的照射下 他的身体里已经布满了线虫 众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小金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回天 恳请他们立即将自己击杀 雷姆激动地大叫或许还有救 但亚伯却浇灭了他的希望 一旦异化成丧尸 就会对自己亲近的人发起攻击 雷姆还想说服小金不要放弃 但丧尸已经攻到了头顶 雷姆愤怒地掐住瓦西里的脖子 但冷静之后他们还是接受了现实 这时丧尸从四面闯入 无暇思索 众人拿起紫外灯和燃烧瓶 边驱散丧尸便向加油站靠近 瓦西里迅速接出两桶汽油 雷姆拿到了汽车的钥匙 打开后车厢的箱门 所有人都上车后 瓦西里扔出燃烧瓶 将地上的汽油点燃 丧尸瞬间就成了火球 瓦西里迅速返回驾驶舱 启动卡车离开了这 一场日时开启了协祖的丧尸入侵计划 唯一知道真相的几元勉强突出重围 但这不过是灾难的开始 雷姆此刻唯一担心的是 他的前妻与儿子 而此时他的儿子扎克 却独自回到了家中 一片狼藉的房子里 并没有妈妈的踪迷 感觉不妙的扎克举起一把铁锹 下一秒门后就走来一个人影 此时雷姆赶到 一刀刺向丧尸的腰间 拿起铁锹将丧尸斩首 接着慌忙检查儿子是否受伤 好在扎克并没有受到伤害 被他斩杀的男人是前妻的男友 或许他的前妻凯莉也已经被异化 雷姆恳请亚伯如果找到被异化的凯莉 千万不要当着他儿子的面动手 亚伯明白他的心情 但搜索一圈后却并没找到凯莉 或许他还活着 但亚伯还是有所担心 如果凯莉被异化 一定会回来找他的儿子 伤害心爱之人 是那些丧尸的特点 他们应该尽快带扎克离开这里 但诺拉还沉浸在小金离开的悲伤中 他愤怒于瓦西里的残忍 认为就算一定要杀掉他 也应该由爱他的人来动手 好在瓦西里并未与他计较 一番商议 决定由雷姆与诺拉留下来处理尸体 其他人跟随亚伯到他家里 他那里有能与丧尸抗衡的工具 而黑客女达奇则决定回家 瓦西里为确保安全陪达奇回到家中 却发现这里也是一片狼藉 达奇所有的现金以及电脑都被事有卷走 只为他留下一把保命的手枪 达奇瞬间就情绪崩溃 他在意的不是那些钱财 而是本来与他关系要好的密友 竟然抛弃了他 事已至此 达奇只能加入亚伯的队伍 随后他们便来到亚伯的家中 这里表面是一个当库 但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诺拉的母亲对着他们大吼大叫 患有痴呆症的 他独自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天 随后亚伯带他们来到一间暗室 这里堆满了古老的物件 还有亚伯制作的各种勇气 瓦西里意识到亚伯知道所有真相 而且早有准备 亚伯告诉了他们关于邪祖的事情 并说解决的办法就是找到血祖把他灭掉 随即邀请瓦西里与自己一起战斗 他足够理智而且思维清晰 但瓦西里听到后却转身就走 亚伯慌忙挽留 血祖正在地下某个地方构筑巢穴 而瓦西里对这个城市的地下通道相当熟悉 他是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瓦西里头也不回 瓦西里离开后 达奇坠坠不安地站在一旁 坦白是自己被一个叫老怕的雇佣 瘫痪了所有的信号与网络 亚伯惊讶之后却并没有迁怒于他 只是询问他是否还能有所挽救 而另一边的雷姆两人已经处理好那具尸体 看着焚烧的火焰他们又响起了小金 小金的死对两人打击很大 但接着两人便回到卧室 化悲愤为力量 结束后两人回到亚伯家中 儿子询问他是否有了妈妈的消息 雷姆答应儿子明天一早就会出去寻找 隔天一早 扎克在亚伯的旧货对立找到一台电脑 他慌忙开机镜搜索到了微弱的信号 立即登陆网站定位妈妈的手机 发现手机正在不停地移动 扎克赶紧喊来爸爸 两人欣喜不已 或许妈妈还活着 但拨通电话后却无人接听 雷姆立即出发寻找 亚伯叮嘱雷姆做好心理准备 雷姆来到定位道的地方四处查看 却在一个流浪汉那里看到了凯莉的手机 他慌忙询问女人手机哪来的 女人说是自己捡的 雷姆询问他手机的主人在哪 女人却一言不发 女人说自己是在大街上捡的 随后便带他去到那个地方 正是在凯莉的车旁 但车上并没有凯莉的踪迷 雷姆只在车上发现了带血的纸巾 随后她立即返回家中 然而凯莉也并不在这里 接着她又来找凯莉的闺蜜 却发现这里也空空荡荡并无一人 只在地上发现了破碎的相框 于是雷姆小心翼来到地下室 果然在黑暗中发现了闺蜜母子二人 显然他们已被异化 正要对她发动攻击 雷姆不忍地撇过头 用银钉枪将两人击毙 电筒扫过女人的手掌 她手中似乎攥着什么东西 当看清楚后 雷姆不禁痛哭失声 那是前妻凯莉的项链 显然凯莉已遭遇了不测 32小时前 凯莉正独自在家中睡觉 异化的男友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男友死死地盯着她满眼饥渴 却突然转身把自己反锁进了卫生间 听到动静的凯莉让男友开门 但里边却并没有回忆 她以为男友还在为前一晚的争吵而生起 只能让她冷静自己去上班 但学校里近一半的孩子没来上学 同时抱怨这些孩子们连假都没请 凯莉瞬间想起雷姆警告过她 这座城市正在爆发一种可怕的病毒 意识到危险的她慌忙结束工作 准备回去带儿子离开这里 但当她回到家中 却被男友的样子吓到 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男友就对她发起了攻击 她顺手抄起刀片打在男友的脸上 无数条线虫瞬间窜出 有一条镜钻进她的眼睛 步步的许多 凯莉再次击退男友后 夺门而逃 男友被炙热的阳光逼退回去 来到车里 凯莉试图将眼中的线虫取出 但早已无济于事 她在惊恐中从白天待到了晚上 当她醒来后 却早已被一化 只残存着一点人性 手机掉到车旁 她也毫不理会 亮亮呛呛来到儿子的学校 老师被她的状况吓到 还以为她刚刚出了车祸 赶紧告诉她孩子 已经被她的闺蜜接走 接着便出现在闺蜜家门口 闺蜜慌忙把门打开 还以为她遭到了男友的家暴 而凯莉却一言不发 正正看着闺蜜的家庭照 此时闺蜜的儿子下楼查看 凯莉最后的一点人性 瞬间消失 闺蜜在身后疯狂尖叫 但下一秒 她也成了凯莉的失误 随后凯莉走上了街头 路过的行人 在她眼中都成了卡路里 突然她的脑中传来声音 不停叫着她的名字 她寻着声音来到地下通道 那个声音指引着她不断前进 直到走到通道的深处 一个黑影闪到她身后 面前的正是血祖 显然血祖对她另有所谋 此时在亚伯家中 众人正在尝试分析出血祖的藏身之处 瓦西里根据她上次见到丧尸的位置 猜测出了大概范围 但手里的地图不够详细 她抱怨如果能上网 就能查到更多信息 一旁的达奇自责地说 都是自己造成的 诺拉瞬间就气愤不已 责怪她助纣为命 达奇说或许自己能有所不救 但前提是要进入 雇她的老头的办公大楼 瓦西里自到奋勇 说可以借自己的身份混进去 于是两人结伴来到老帕的公司 瓦西里对前台谎称自己来检查卫生 但前台却并未找到她的预约 瓦西里立即施展自己的魅力 对着前台抛了个魅力 竟顺利拿到了门塔 两人还没来得及窃喜 就被一群保镖拦截 两人被带到监控室 搜走了身上的手枪 原来老帕早已发现了他们的道路 随后达奇便被带到了老帕面前 老帕嘲笑他们的愚蠢 区区几人就想毁了邪祖的计划 达奇怒视老帕简直丧心病狂 竟然想毁灭世界 而老帕却嘲讽达奇功不可没 感谢他为自己的永生计划 做了重要的贡献 随即便嘲笑达奇不过是个小喽啰 达奇愤怒的一拳挥在老帕脸上 老帕边擦血边让手下把他带走 让他永远消失 随后他们就被带到隐蔽的地下通道 保镖突然让两人停下 两人知道在简单逃 原来保镖并不赞同老帕的作用 但他从小跟在老帕身边 认为老帕是被爱护误导 他希望达奇与瓦西里能阻止这一切 两人慌忙离开了这里 当他们回到亚伯家中时 雷姆也刚刚回来 显然他们都不顺利 但雷姆却对达奇出言不逊 此刻刻刻忍不住想说一句 雷姆跟诺拉这两人是真气人那呀呀呀 瓦西里立即克制雷姆 但达奇的自尊心却不允许自己再在这里受虑 愤怒地离开了这里 瓦西里想跟他谈谈 但这个东西却说 好在冷静的瓦西里没跟这个缺货置气 隔天一走 瓦西里就开始着手研制紫外灯炸弹 但随着一声爆炸以失败告终 他们要尽快行动 但雷姆却偷偷劝诺拉不要参加行动 他说瓦西里是个变态的灭属员 这种不要命的行动正合他的口味 而亚伯则是被久远的恨一所吞噬 他们没必要为了这些人拿自己的命冒险 但诺拉却告诉雷姆 此刻所有人都别无选择 随即众人收拾好一切 将诺拉的老母亲和扎克留在家中 雷姆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出门 此刻他满脸担忧 他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平安回到这里 深夜男孩惊恐地握紧手中的银刀 一个黑影从他头顶快速闪过 接着他便看到了恐怖的画面 黑影正在稀释同伴的血影 男孩摒弃名声划破自己的手指 抬头看见不少同伴也没了生气 男孩慌忙寻找黑影的踪迹 突然男孩被一把揪出 庞大的黑色怪物掐住了他的脖子 手中的银刀也在惊慌中掉落 血组紧紧握住亚伯的双手 亚伯不停地求饶 说完些阻境转身离去没要他的命 而他的食指已被禁术折断 隔天一早 惊恐中度过一夜的亚伯 亚伯请求同伴替他掰回手指 接着所有人都被集中起来 军官爱货发现了亚伯的异常 让他伸出双手 看着他的手指爱货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却并未多说 让亚伯继续往前走 所有人被赶到一个深坑旁跪倒 身后的士兵举着长枪 他们明白自己将被埋葬在这里 每个人脸上都满是惊恐与绝望 突然空中扫过一排子弹 顿时这里乱作一团 俘虏们四季四下逃散 亚伯在同伴的帮助下也逃离了这里 而那个军官爱货逃到一座地堡旁 里面赫然摆着一个木箱 正是他让亚伯替他打造的 等了半夜后他绝望的失声痛哭 突然一阵冷风吹来 血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他等待的正是血族 他谨小声微地说 自己已经完成了血族交代的一切 恳请血族赐予他永生 血族瞪着星红的双眼 用指甲轻轻划破他的皮肤 一从自己体内取出一条线虫 放进了爱货的伤口 用尽自己的资源卖力地 为他们安排妥一切 此刻他正卑微地等待血族对他的赏赐 但等来的却只有爱货 看着命不久矣的老帕 爱货嘲讽他 没人有资格对血族提出要求 或许将会由他来主持他的告别礼 而老帕却毫不死心 而此时老去的亚伯带着一行人 正打算寻找血族的老巢将他歼灭 城市已经乱作一团 末日前人人都在抢夺物资 亚伯看着眼前的景象满脸凝重 这正是血族想要的 找到血族迫在眉睫 随后他们来到按照之前的推测 来到一个地下通道 此外登下地上满是喷溅的液体 他们跟着这些液体前进 这里潮湿阴暗却并无丧尸的踪影 突然雷姆踢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发现竟是一个钱包 环顾四周 这里竟散满个人物品 显然有无数人在这里受到了袭击 而此刻的他们已沦为了丧尸 众人继续向前搜索 前面突然传来了丧尸的低吼 他们小心翼翼地查看 一群丧尸正躺在地上休息 亚伯说这些丧尸都是刚刚转化 而转化对体力的消耗很大 瓦西里想要趁他们虚弱 把他们都收割掉 而亚伯却阻止了他 这会让血族发现 他们已经找到了这里 他们的目标是血底 于是众人捏手捏脚穿过这群丧尸 来到了一处更深的地方 地上满是丧尸的喷溅液体 却并无丧尸的踪影 而前面也没了去路 雷姆突然发现墙上 有一个一人通过的洞口 洞口沾满了那些恶心的液体 这意味着丧尸会通过洞口到达对面 亚伯警告这或许是个陷阱 但雷姆二话不说扔进紫外灯 随即自己也爬了进去 他把银刀与紫外灯放在前方防御 穿过后发现这里是一个空旷的洞穴 而此时另一端突然无数丧尸 缓缓涌来 瓦西里慌忙让他们爬进通道他来断后 孱弱的亚伯呼叫雷姆拉自己一把 而雷姆却毫无反应 雷姆竟听到已死去的前妻正部 停叫着自己的名字 接着雷姆便着魔一般跟随声音而去 亚伯发现一场大叫让雷姆别去 但却没能阻止雷姆的脚步 听到亚伯声音的瓦西里意识到出了问题 慌忙把眼前的丧尸解决匆匆爬进通道 但他的体型太过健硕竟被卡在中间 而身后一只丧尸已经咆哮着爬了过来 好在诺拉一把拉出瓦西里 用紫外灯将身后的丧尸解决 但身后的女丧尸并不是前妻凯莉 她身后还跟着几只丧尸 雷姆瞬间情绪崩溃 对着空气大喊让血族出来跟她对决 一阵风从头顶闪过 血族煞时间出现在她面前 雷姆立即挥出银刀 但她根本不是邪组的对手 眼看雷姆就要丧命 亚伯赶来拔出了银剑 但血族根本不理会亚伯 亚伯的耳朵里突然一阵耳鸣 血族将雷姆举过头顶 千军一发之际 瓦西里感到抛出紫外灯炸弹 一声爆炸所有的丧尸顿时灰飞烟灭 血族也瞬间消失 一切消停之后 亚伯大发雷霆 这是她几十年来唯一一次与血族面对面 瓦西里的炸弹毁掉了这一切 接着便失去理智 拿起地上的大锤 把自己亲手制造的木箱砸了个稀烂 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 血族一定还在附近 他不能错失这次机会 毫不理会众人的阻拦 但接下来看到的一切却让众人吓破了胆 地堡里竟铺满了丧尸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众人慌忙拦住了失控的亚伯 回到家中后 亚伯看着罐子里的心脏一脸悲伤 杀掉血族是他的执念 再从那里逃跑了十几年后 他有了心爱的妻子 但却从未停止过对血族的追踪 他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妻子从未阻止过他想做的一切 只是会在他每次出门前 叮嘱他一定要在天黑前回来 一天他骑马来到一座古井旁 井口旁散落了不少个人物品 亚伯拉了一根绳子下去查看 穿过一旁的洞口来到一座空旷的地堡 果然在穿过一道铁门后 他发现了几具丧尸 一具丧尸突然开口说话 亚伯瞬间意识到自己钻进了邪祖的圈套 当他慌忙返回后 去发现绳子已经不见 爱货突然出现在漆黑的洞口 将亚伯羞辱一番后转身离去 隔天当他赶回家中时 家里已是一片狼藉 全然不见妻子的踪影 直到深夜 已变异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出现在门口 亚伯忍痛挥出了银剑 这之后 他将妻子的心脏带在了身边 几人看着悲伤的亚伯心生同情 而此时黑客女达奇却突然找到了他们 他带回了好消息 他可以启动紧急警报系统 没有网络也可以让他们对全国进行演讲 随即雷姆便出现在了千家万户的电视里 在短短30秒的时间里 他将所有的真相公知于众 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大批丧失涌入家中 艾伯已找到了他们 几人慌忙逃回地跑 带着几样多的工具从另外一个通道逃离 而他们的这一举动也给垂死的老帕带来了生机 血组需要他去将民众的恐慌平息 他将异地血液滴入老帕的口中 老帕贪安且卑微地接受着血组的赏赐 下一秒他就容光焕发地站在大雨之中 隔天老帕带着艾伯找到他一手培养的安全部长 试图惑他发布虚假信息 但女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不再听从他的安排 下一秒女人就被他推下了牢 一旁的男人惊恐地说一定会合他们的意 而另一边的亚伯众人已经重整齐骨 推测着血组心的藏身之处 随后瓦西里与雷姆来到一家餐厅 瓦西里曾在这里的地下发现过大量丧尸 果然他们在这里找到一个暗道 里面竟藏着那个被亚伯砸坏的木箱 显然他们正在将木箱修复 这里正是血组心的老巢 两人立即返回召集众人再次行动 雷姆的儿子扎克也加入了战斗 一进来他们就发现了大量的丧尸 但从地窖口射下的阳光阻止了他们的攻击 瓦西里扔出几枚炸弹将他们解决 随后他们来到见到木箱的地方 木箱已被丧尸包围 血组的声音在空气中飘打 几人挥出银剑打出银钉枪将丧尸们解决 亚伯几人向上寻找血组 而瓦西里身后又涌来一群丧尸 爱霍镜也在其中 打起一枪射向爱霍 但这根本对爱霍造不成伤害 瓦西里挥剑冲了上去 却被爱霍一把就甩到一边 此时亚伯已来到楼上 空气中尽传来妻子的声音 不断叫着他的名字 血组就在头顶不停穿梭 突然闪身出现在亚伯面前 感到的雷姆想到了什么 慌忙让儿子与自己一起打破所有的玻璃 射进来的阳光让血组哀嚎不已 但还是将亚伯摔倒了一旁 打掉了亚伯手中的银剑 雷姆慌忙将头顶的玻璃砸碎 拿起银刀向血组砍去 血组静一头撞破一旁的玻璃 拖着冒烟的身体疯狂向下逃去 同时楼下所有的丧尸镜也停止了攻击 爱霍也仿佛被抽走灵魂一般 与其他丧尸一起向后退去 亚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他从未想到过 血组居然可以直面阳光